约翰福音第八章 谎言和真理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七至四十七节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们却想要杀我 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 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 听见的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 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 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他们说 我们不是从阴乱生的 我们只有一位父 就是神 耶稣说 倘若神是你们的父 你们就必爱我 因为我本是出于神 也是从神而来 并不是由着自己来 乃是他拆我来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 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信我呢 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 你们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急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是真理 神的话是真理 魔鬼撒旦是说谎的 他用谎言来欺骗 迷惑和折磨人类 最初在伊典元 蛇欺骗夏娃 用的就是谎言 要夏娃怀疑神的话 怀疑神的良善 魔鬼撒旦是说谎者 欺骗者 创世纪三章 三至五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 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 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 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 能知道善恶 犹太人认为上帝 是他们的父 亚伯拉罕是他们尊敬的祖先 可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 不遵守上帝的道 也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 主耶稣从天父上帝那里来 还要再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 子出于父 父与子同在 父为子做见证 父为子求荣耀 定是非 子所说的都是从父那里所听见的 子认识父 也遵守父的道 犹太人被谎言蒙蔽了 耶稣是从天父上帝那里来的 犹太人不信 还要杀他 父为子做见证 父为子求荣耀 他们都不信 他们属灵的眼睛被蒙蔽了 看不见这些属灵的真理 所以耶稣说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出于神的 必听神的话 你们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约翰福音八章 四十四节 四十七节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九 四十节 他们说 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耶稣说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 告诉了你们 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 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亚伯拉罕是因信心而被神称义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加拉太书三章六节 犹太人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 他们不相信神 不仰望耶稣 而是相信魔鬼的谎言 所以耶稣说 他们是出于他们的父 魔鬼 不是出于神 不 bull sag大 Clax 词 咱 我